最近若干年来 两岸的互动 大陆对台湾其实我觉得 非常好 而且人质易尽 所以不要被 台湾的 一些民众不要被一些绿毒的 仇中反中1450带风向 民众不要跟着不讲理性 跟着失去了理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 台湾今天的各大报 我看到的时候有些标题啊 让我觉得瞠目皆使 比如说 全民买凤梨 然后舒奎说已遇 已经超过了 销售大陆的数量 全民买凤梨当然很好 我们台湾的民众 吃水果吃蔬菜当然吃最新鲜的嘛 那什么地方出产的最新鲜 不是澳洲不是纽西兰不是美国 不是其他的地方 当然是台湾的水果蔬菜最新鲜嘛 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应该非常清楚 你只要上菜市场的人 你就知道 当然是本地的蔬果最新鲜 不需要 政治人物去那边讲说全民买什么 已经根本不需要 那所以现在的问题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今天要讲 提到大陆的这个和平崛起啊 中国的 大国崛起 总令我联想到毛泽东啊 在延安时期写的一首词 一阙词叫庆园春 我认为毛泽东早年啊 他就是一个雄才伟劣的人 他很希望有所作为 所以他在庆园春 啊 庆园春雪这一阙词当中 非常豪情壮志的 他讲了这些话啊 大家看一下 他 他的这一阙词就在这里 当然他写的字 可以说是非常的 潇洒 啊 写的字非常的潇洒啊 非常的豪迈 那这一阙词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 习秦皇汉武 我认为这个是重点啊 习秦皇汉武 啊在这边 习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主 烧讯风烧 一带天骄沉疾思寒 只是湾弓射大雕 最后这两句啊 是最最关切啊 哪两句呢 俱王以 树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个人我个人的看法啊 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啊 都有一个中国梦 所以各位朋友 毛泽东 毛泽东他在庆园春学 讲的最后那两句 他也有他的中国梦 跟他同个时代的蒋介石 也有他的中国梦 现在 大陆的领导人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可能都有一个中国梦 不光是大人物 不光是国家领袖 有中国梦 即便像我们这样的一般的 市民大众 一般的草民 像我这样一借草民啊 我也期待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在没落衰败了 一个多世纪以后 能够正衰起壁 能够大国崛起 飞龙在天 我经常讲飞龙在天 我们能够再恢复 汉唐时代的太平盛世 万邦来朝 我记得我前些年啊 去访问一位 九十几岁的将军 这位九十几岁的将军 跟我一样他是湖北人 他说啊 我们现在是汉唐的盛世啊 你去武汉看一看 他在大概十几年前 他就跟我讲 他劝我去武汉看一看 是汉唐盛世啊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礼拜 有两件新闻啊 让我觉得中国梦 实现已经为时不远 一个新闻 是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啊 在施打中国科兴公司 生产的新冠疫苗之后 印尼政府还特地发行了 佐科总统接种 中国疫苗之后的纪念邮票 我们刚刚 我漏了给大家看 毛泽东啊 他在写文章啊 或者说是批公文的状况 我们现在来看印尼 我刚刚讲到印尼 佐科总统 佐科威 台湾翻译成佐科威 大陆翻译成佐科 佐科他施打了疫苗之后 印尼特地把它制作成一个邮票 他还特别去参加了 这个邮票的发行的仪式 那这个是印尼 那这代表印尼啊 他是忠心觉得 中国疫苗在印尼开始施打 这是一件大事 那这是印度尼西亚 这是印尼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 大陆的疫苗外交 在印尼开花结果 那另一则新闻 这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啊 大陆翻译成杜特尔特 那这个杜特地 杜特尔特 前几天 就台湾在发生凤梨事件的时候 菲律宾在庆祝在狂欢 中国疫苗到 那这个画面呢是 杜特地啊杜特尔特 在他们的一个军用机场 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 疫苗 这个是迎接就是杜特地去迎接 中国运到马尼巴 那这个军事机场叫 维拉莫军事机场 那中国派了军用运输机啊 运20 把这个疫苗运送到菲律宾 这个是他欢迎的一个场面 各位朋友大家想想看 我在其他的网路平台之前 两个大概两个多月以前我讲过啊 去年12月28号 杜特尔特 杜特地他曾经公开 他公开表示哦 他说如果美国不给菲律宾疫苗的话 你们美军就给我滚出去 美军就